今天我们画这个梅花和竹子的这个组合 梅花现在我们先画的是那个 枝干啊 现在画的是老的枝干 用这份画 这份画就是有 要有曲折 要有曲折 要有浓荡 枯湿的变化 然后再来穿这个梅花的这个细致 有画细致 要有前后左右穿插的这个质地这个变化 我们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形状 把它的一个走向表现出来 为什么我会多加一些点 啊梅花啊不怕点子多 啊它是要它有个特点 点子代表就是这个梅子的这个啊上面的一些刺啊 还有一些这个凹凸 那种感觉啊 啊 前几期我们想过这个画梅花勾梅的这个基础的画法 这个画的画法 这个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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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新 画图的表现形式 啊 今天我们讲一张这个完整 画一张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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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ハ 现在就是我们 画画了啊 这个梅花 之前自干已经分布好了啊 大概分头好了 感谢观看 这个花我们是一重一重 一组一组花 在这个枝干 有正面的 侧面的 有组合背面的 有画包 各种动态 各种动态的梅花 在这个某些地方 在这个某些地方 都是有种植物的 在这个某些地方 有种植物的 有种植物的 受植物的 有种植物的 绍兴典的 就像我这样的 就像我这样的 比如说 你这样的 有种植物的 没人这样的 有种植物的 勾好了之后 勾好了梅花的这个形状以后 就是开始画画托 我们是一步一步画 然后把这些画都全部画下 然后把这些画都全部画下 在画面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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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画面上看 这些画面上看 就会有点准备 是 好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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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画画的题材当中是比较优秀、比较出色的一些作品 像这些作品学习 这个梅花在宋代来说 不管是它的这个构图、技法 这个已经是非常成熟了达到了在这个绘画的这个非常高的高度 啊,在宋代的时候 非常高的高度 我们学习的时候,取法复善啊,学习这个宋朝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方式啊,形式特点 对自己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啊,我们经常说啊,学习啊,这个学习经典的 学习经典的东西 哪怕就是你学到了三层啊,也是非常不错了 啊,如果你开始学习的对象 啊,就是 比较,比较,比较比较那个啊,艺术水准 不是很高的话 啊,只能说在历史当中 是属于中流的那种水准 那你嘛 就算你学到了这个七层八层 啊,也不如 那种学最高端的啊,学那种 最优秀的那种 那种好 啊,我们学最优秀的你 你哪怕学一点啊,学到三层四层 那也非常不错的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学中国话,不管是学习花鸟 山水 啊,工笔 写义,龙物 啊 这个都要 都要特别慎重啊 要选择这个好的这个题材 啊,相反比较优秀的这些 作品啊,学习啊 啊,多加观看 聊夜 在整个绘画历史当中 啊,在中国画绘画当中 这个 宋元时期的这个绘画作品 啊,应该可以说是 啊,艺术造诣都比较高 啊,在那个时期啊 绘画的作品都比较高 这个和当时的这个 宋朝的这个 环帝也有关系啊 但是宋朝的这个 宋贵宗这个环帝啊 啊,他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这个画家 书法家 啊,所以说 所以说那个朝代当中出了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绘画的艺术家啊,成就非常高 啊,我们 这段画啊,基本上面我们做些调整啊,那就可以了 啊,左下角画了一些那个竹子啊 啊,竹叶的竹子啊,竹子穿插在这个美画当中 啊,竹子我们在上去的 这期已经讲过这个竹子的话吧